美东时间13号下午 川普召开记者会 这是他从11月5号以来 首次面对媒体发表正式谈话 而内容全跟疫苗还有疫情有关 川普再次强调 政府的神速行动计划 加速了疫苗的掩殖速度 而虽然是好消息 但川普讲话不在眉飞色舞 而进入秋冬季节的美国 武汉肺炎疫情更将严重 通报了新增病例数 不断创下新高 自从3号大选日结束之后 川普一直没有承认竞选连任失败 也避免参加公开集会 除了曾经连打两天的小白球 唯一的公开行程 就是11号出席退伍军人 纪念日的活动 但也没有开口说话 这一次他在白宫召开记者会 聚焦防疫 只讲了十多分钟就换专家上场 对比过往川普滔滔不绝 神采飞扬的模样 神情也显得有点黯然